三四岁老战能零别滤金情况下逆风翻盘 杜兰特能否做到金正宏市基督赛的死神霸体 能否再附体一回生锈的镰刀是否遗留在金正宏啊 他本身就是一把镰刀 其实他不是说什么遗留在金正宏 杜兰特本身就是一把镰刀 他不是死神 真正的死神是这种库里 他呀 手中我有镰刀呢 死神归位 有点类似什么感觉 库里就是真正的竞技死神 库里在这个小秋时代呀 他甚至呢可以凭借自己超强的共识 与第二球王抗衡 你别说第二球王 麦克尔小党来 不见得在2015到2018期间 能够威胁到勇士队的地位 就是别说第二球王 真正的球王 篮球之神 你将士林凡 你跟我打一个试试 麦克尔球带 你都没有三文投射呀 把你这个替换勒布朗杖姆斯 顶替出了那只骑士队的核心骨盖 能不能干得过拥有这个卡文德兰特的宇宙容呢 来我就叫你看一看 什么叫这个真正的死神 所以死神其实是斯顿库里的 他亲手掀起的小秋时代 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篮球比赛的面貌 现在来看呢 如火如荼 这个走势依旧旺盛 现在年轻一旦 你说不会三文球 有点立足赛场吗 但凡一个年轻新星 你要说不会三文球 未来看起来有前景吗 从一号位到五号位 现在几乎人人投三分了 这是斯顿库里带来的巨别 再结合呢 就是卡文德兰特呀 他向来就是进攻端 他就是一件武器 他无法说做到有效的这个指挥操盘的 他这样的最好是花生成一记并任吗 因此他只是一把领导 不是说领导落在这个金正宏市了 而说他本身是领导 领导在谁手里能够这个有效挥舞呢 那不得是死神本主吗 就好像这个雷神之锤啊 一般人能用吗 只有雷神本主能用 还有谁也能用呢 说实话这个美队有点类似于啥 詹姆斯哈登 詹姆斯哈登有点类似于美队 他其实也能用 问题是这个锤子啊 后来入了魔了 他这个怎么讲呢 不愿意让你用 而且这个锤子后来已经被捏碎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对不起 紫钮的